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男嘉宾的感情经历 我和前妻是他表哥给我们介绍的 当时前妻看上了我 所以交往的时候 他隐瞒了一些事情 没想到竟成了埋在我们婚姻里的定时炸弹 我感觉我自己还真的挺好的 我也感觉我很保佑的 也尝试了各种办法来弥补解决问题 最后我们一样还是分手了 一直到2018年 年儿结婚 出家到沈阳 我们就和平地分了手 没吵没闹的 我离婚之后 大家很多人给我介绍 但是我这些人不讲究 命迁无奈 所以说我还是能找到最上演员的 我一定不会回到你 那不好能包容和合同 你们之间是有什么隐瞒的事 造成最后婚姻的破裂了 主要是这个原因就是 我们是经过别人介绍的 介绍之后 介绍人也不知道他多大 他就瞒了两岁 他瞒完这两岁是比你大了还是 比我大 本身他比你大 对 拿了两岁之后就跟你一边大了 这个就改我家就跟我母亲就反对大的 我也比较排斥比我大 你是什么时间知道了就是他比你大两岁 登记就知道了那这你说都日子定了 半手续 也请帖也下了就没办 这算是一个定时炸弹吗 你会因为这件事小事把它想到大事吗 对于我 我很能接受一些事 但是我母亲我父亲始终过不起这个 就是欺骗嘛 也有欺骗 随着而来的麻烦挺多 但是就是我牵扯到我们结婚 因为我母亲之间就不给那些钱了 结婚还是大事 他就是记恨那些人 就是对于你母亲来说 这人媳妇不太可心 对 我想问一下 就是他这件事情隐瞒你了 你会联想到以后 他还会有其他的事隐瞒我 会害怕是吗 对啊 那些里我也多少有点炎炎 其实真的 夫妻之间最重要的就是信任 如果没有了信任的话 可能是一切都没有根基了 要是你就上那台了 你就没多实话 你一直闹着 他那种什么离婚 明明是你一做 你就狡辩 谁说媳妇里做 你媳妇来台下 看到你的媳妇的 19年前我们就想离婚了 这是我怕我女儿 找不到太可心的对象 包括也有 也有祥或是单亲家庭 对对对 一般都是女儿成家才能走 就是这样的一个婚姻 你觉得为了孩子而维系的 对于你们双方来说 过得幸福吗 不幸福啊 但我很理性 我感觉对我姑娘是个 很幸福的事 就是你们会在外表上 营造一个非常和谐的家庭 对啊 但是呢 如果你们静下来 没有孩子在场的时候 你们觉得这种生活 一点点没意思吗 我女儿是2007年的6月28号离婚 9月28号离婚 我是2008年的3月14号离婚 就是脚前脚后 对啊 就是包括我女儿结婚一年之后 才知道我们 不幸福 离婚 我们才跟她讲 也就是说 之前孩子在这个家庭当中 一点人没提供到 这家庭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没有啊 我想问一下2号女嘉宾 为了自己的孩子 就应该隐忍不幸福的婚姻 你赞同这种做法吗 就应该隐忍不幸福的婚姻 就应该隐忍不幸福的婚姻 就应该隐忍不幸福的婚姻